我們看看二十五題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ill reduce for unemployment rate 記住U除以LF 有兩個情況,第一可以更多的 更多的情況,當然最好就是 你的分子升高升得比分母 最好是同樣的 才能做到這個情況 第二個的話,當然就是 例如U不變,但你的 labor force 就升了,所以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例如多了一些大學生進來 作為我們的 labor market 的一份子 但他們全部都找到工作 就是這樣 另外有一個更奇怪的原因就是 純粹unimportant的數量少了 但 labor force又不變 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看看吧 部分的 university graduates 就加入這個 labor force 的情況 這個其實就不清楚 因為他們進來後 你都保證不到他們一定是 employed 還是unemployed 所以很難分得清到底是哪一項 這個不要選擇 你先保證一下 然後再數下去 新工廠 moved to labor country with lower labor cost 這不是變相 反而因為這樣 會多了unemployment的情況出現 那就要看分子 他們的 move都走 我們作為 labor 來說是 divided the demand 所以unemployment的數 不是會這樣升嗎 接著我們就看 labor force labor force labor force 的話 就會有很多已經被人 請了本身是那間 充電的 那就變成unemployed 這裡就會少100個 而令到這裡多100個 所以整體來說 你可以看到 labor force 其實是沒有變 所以只是分子加 所以一定是升 最終B這個 一定不會選擇 再下去 去到D這個 政府就加多了 unemployment benefit 我覺得這個 你永遠都可以用 demand supply 那邊的確度來看 那就是令到你的cost of being unemployed 就減少了 那就更加多人 being unemployed 所以是會令到 失業率因為這樣 推高了 你選擇best answer A和C 那就一定會是C 那因為一些 unemployed workers give up seeking jobs 那我們有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元素 就會是 你要作為一個 unemployment的 population 你是一定要 要區域用and 你記住 你是要actively seeking jobs 的 那如果你一沒有 actively 找呢 那其實你就正正 會由unemployed 這裡變成 non labor force 沒有機會 那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話 我整個分子分母 都會因為你這樣做 同樣大家都是跌100 那分子分母的變化一樣的話 就是分子應該的跌幅會厲害 所以整個overall來說 都會因為這樣而跌了 那所以must 就是選C 那你以為很容易啊 這些這樣的東西 大得48% 是對的 全港都有一本人錯 那所以其實unemployment 不是一樣 你想想中那麼容易的東西 在那裡 那會不會太久了 早到明天 會不會太晚了 我